- 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版本的不公平一块地啊 今天我们玩一下闪兵位置 这个位置呢我们在高低位置对吧 有三层高低啊 然后这个地方有所改动啊 你看那个超时空位置 这个地方送了鳄鱼 还有这个猴子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图的作者呢 觉得那个位置比较差 守不住这个闪兵啊 他就在那里放了一点猴子 放了一点鳄鱼 意思就是说呢我的闪兵投到那里 就会被鳄鱼咬死的对吧 被猴子咬死的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闪兵还是要投过来啊 因为你那个是中立单位 他不能操作的 我们直接投过来避开那个鳄鱼就行了看到没有 然后避开那个猴子直接投闪兵过来 这个第一波闪兵啊一定要投到 投到那边去啊不要等第二波 那你节奏就慢了对吧 所以说我们直接投过来带你个辐射兵 然后打电长 他这个时候重工都还没出来啊 直接打电长打你的框长 然后这个对手守不住以后呢 开始造狗你看到没有造狗也没有用 我们这个大兵已经成型了啊 这一投呢就投了四五波闪兵对吧 然后先打牛车 打掉他的牛车 然后再把大兵集中下不着急啊 等这个第二波闪兵 因为这个闪兵的倒计时比较快啊 你们看下面的倒计时只有一分钟对吧 而且这个一分钟呢不是现实中的一分钟 这个闪兵呢反正就是几十秒钟就可以投 你看到没有 这闪兵是源源不断的头 你看他怎么守得住 然后我们往快等这个闪兵掉下来啊 掉下来集中一下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然后他造狗也没用 造什么都没用了对吧 直接把你的狗打掉 打掉以后直接拐过来点他的地宝 把他地宝点掉 然后他的超时攻好了 没地方用套到我的冰上面 把我的冰整死了对吧 这个铁木撒到冰上面我的冰就没了吧 然后打掉冰年再投两波闪兵 你看到没有 这个闪兵的还没有死完 上面又雷亮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闪兵基本上源源不断啊 然后你看我那个闪兵的倒计时 马上又快好了对吧 这个闪兵还没有落地 马上又快好了 这样他就守不住了啊 就剩一个光感基地 这个基地车呢躲到这个房子里面 我还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的话不着急对吧 我们等闪兵多一点啊 然后拐一个弯下去 反正我这闪兵不要钱 先把这个碉堡打掉 进他的小房子 然后他超时空只能丢我的冰 对吧 把我的冰整死了 我们直接打基地 他基地就剩一滴血的 他还不投降 你管怪投降好不好 你不投降的话 我整你比较费劲对吧 你就剩个基地了 你也守不住还不投降 然后呢我们散兵再投过来了 所以说呢 那个超时空位置 他要想守住这个散兵 就得一上来就造兵 那个房子啊兵不要全部进房子 那个房子里面进一个兵就行了 然后把所有的兵呢 全部守在守在家里对吧 他稍微犹豫一下没有造兵 他就守不住 他这个位置要想守住啊 只有这一个办法啊 就是兵人一出来造三十个兵 然后三十个兵呢提前守住位置 等我的散兵一降下来 他才能守不住啊 你看他就是不投降 他红锦精神还是比较顽强的 我一下两下还怎么死他呢 你看他老是在这里拐来拐去 躲到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我们不着急整他 反正他也没什么反抗能力了 我们先造个间谍偷一下机 散兵投上来 你看他电场出来了 电场出来了 再打他的电场 先给他打掉啊 然后卡住了 有人要拔线 好像那个飞机位置要拔线啊 飞机位置被那个闪电风暴位置带走的 然后先打掉电场打掉兵人 他一辈子都起不来对吧 他那个超时空呢也没什么用 他没坦克丢 他要丢了只能丢别的坦克啊 然后我们出个船上 准备造航空母舰 这个兵呢打不死他 他老是围着这个房子转 我们就造这个航空母舰啊 然后先造个间谍对吧 先造个间谍走的这个重工位去 先看看能不能投下他的重工 把他重工一投升个一星 我们就可以造光灵坦克了啊 这个位置一定要造点光灵坦克 不然别人造光灵打我我就守不住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后面还有一个喷水池啊 你们看那个我家后面有个喷水池对吧 那个喷水池是干什么的 他就相当是那个负责中心啊 可以把这个兵回收 我们再造个间谍 哎呀你看 他没地方丢丢别的坦克对吧 把别的坦克丢到我家里来 但是别的坦克呢 他丢到我家里来 他没有操作 我们直接过来 没有用 你打不死我的基地对吧 我手里有大炮的啊 基地就算爆了也没事 我还有维修厂可以造基地对吧 蓝色把红色的坦克穿到我家 那个红色呢 犹豫了一秒钟啊 没打我啊 他估计的不想招惹我对吧 因为他也在打邻居啊 他如果招惹我 我一下两下死不掉 等下我散兵源源不断投大家 还有他旁边还有邻居整的 所以说他不敢整我啊 然后这多余的兵呢 就全部回收对吧 你看这个喷水池可以回收的 把这个大兵一回收的换一点钱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大兵啊 这个大兵呢 只要把房子占满了就行了 多余的兵呢 全部把它换成钱 这样我们的经济就比较好对吧 把伞兵投下来继续换钱 你看这个都是大自然的亏赠对吧 这一下子降了几十个伞兵 然后这个核弹闪电呢 打这个箱子位啊 他们两个人是邻居要打起来对吧 我们先不要干预他们 我们要打的话呢 就打下面的人 打这个重工位 因为开局我偷了一下他的重工啊 用间谍偷了一下他 他有可能会记恨我 但是那个重工位呢 好像守不住了 他没有基地了 他的基地被那个游泳位置打掉了对吧 把这个兵全部翻增前 看到没有 一下子涨了几千块啊 所以说 那个喷水师可以回收啊 就相当那个负责中心一样 但是我这里还有个间谍啊 你看有个间谍 广快用间谍去偷下这个油田位置的框场 但是这个小黄干什么 这小黄 你自己守不住你打我间谍干什么 你让我偷下他的钱不好吗 我可以帮你偷他的钱 既然他打我的间谍 那没办法啊 我们只能下来把他带走 然后这个房子还没占满啊 没占满把他先占满 占满了多余的兵呢 继续继续回收啊 把这个房子占满 然后多余的卖掉他 你看他守不住了 这个小黄没有基地了 他没有重工什么都没了 而且呢 他一直被那个海军炸对吧 被那个重工位置用海军炸啊 我们直接走过来把他带走 他的坦克呢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家里的建筑比较少啊 他只有两个建筑对吧 我们先投一波散兵啊 用散兵呢 掩护一下这个光灵坦克 不然这个光灵坦克被他禁声了 一下就死了 用这个大兵掩护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过去对吧 他在操作那个坦克打海军 注意力没在这里 直接打掉你的核电厂 核电厂一炸他的坦克就冒烟了 看到没有 我有这个大头兵保护下光灵 他就打到赢了 直接带走 带走了以后呢 我们走到这边来对吧 走到这边来 准备打这个游艇位置啊 但是游艇位置呢 他有很多飞行兵 我们再造一点防空啊 那边那边呢 箱子被带走了对吧 我们再造一点防空 造一点防空过来 保护光灵坦克 你看他 他的光灵没有升星对吧 我都是一星光灵 一星光灵伤害高 射程远 他的射程没我远 对吧 我们直接扫他的地宝 先把地宝少掉 他收不了 要冲出来 冲出来 我有防空 飞行兵过不来 坦克冲出来 我有光灵坦克 你看他没办法 冲也不是 不冲也不是 然后把那个兵呢 继续回收一下 换点钱 他守不住了 对吧 三星光灵走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得小心那个小红 因为小红的超级武器已经好了 对吧 他那个超级武器好了 暂时没有用 估计等一下会炸我们家 我估计闪电肯定是要矮一个的 炸我们家就给他炸对吧 先不管 先把这个紫色带走 哎 这紫色守不住了 把这个兵呢 继续换钱 然后打掉基地 你看到没有 光灵坦克一旦升了三星 他守不住啊 他这个时候造光灵已经晚了 而且你的光灵没有升星的 我这个升星的他打不赢 干掉核电厂 然后干掉高歌界 飞行兵过来 我们有防空 再把他船场干掉 你看他一下子造了五个船长 出了这么多海军 打那个旁边的邻居啊 但是你的坦克太少了 我们直接拆船长 哎 这光灵是拆船队 对吧 你看打东西非常快 然后这个小红打我们了 我们家里不用管 早晚都要吃个闪电核弹的给他炸 他这个闪电核弹呢 是炸不掉基地的 这个闪电给动的 对吧 他那个闪电核弹是炸不动我的基地 也炸不动我的碉堡啊 因为我们上次玩过那个位置 他那个是炸不开我的碉堡的 所以说不用怕 他坦克进不来 对吧 我家里有很多碉堡 然后现在我们重新造个重工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东西死光了 没关系 我们有钱对吧 没钱就回收大兵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用坦克去打他了 因为用坦克呢 没他坦克多 我们要打的话呢 就发展海军 把这个钱呢 全部留着造海军对吧 先抢占制海权 抢占制海权 等航空母舰过来 我就用航母打他 他一旦丢了制海权 他守不住 你看这里还有很多潜水艇 海船打不赢 就用航空母舰炸他的潜水艇 先抢占制海权 然后他的核弹又要好了对吧 估计又要炸我 炸我家给他炸 没关系 反正他那个核弹闪电了 他是炸不爆我的基地 也炸不爆我门口的碉堡对吧 所以说他炸不开碉堡呢 他的坦克是进不来的 我们继续炸他的核电厂 把他核电厂一炸 炸的核电厂走过来 继续炸这个核电厂啊 然后我们多造几个船长 因为我感觉我出海军比较慢对吧 多造几个船长 然后把大兵回收一下 他的核弹呢 又炸我们家了对吧 哎呦这个时候炸了我的航空母舰 没关系 然后炸我们家卖掉 哎呀卖完了没事啊 反正不差钱对吧 我们继续造船长造重工 这个时候呢得广快发展海军啊 然后伞兵呢我们投过来 投过来呢吸收下他的注意力对吧 投到他那个下面 他把基地拖出来要踩外面的框啊 这里一下子来了四波伞兵 四波伞兵呢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把航空母舰拐进来 他又在这个位置的出了一个船长 想囤海军对吧 不能让他囤海军啊 所以说我们广快 广快把海豚派过来 拆他的船长 一旦他有了制海权呢 我这个航空母舰就没用了对吧 先把船长打掉 打掉船长以后呢 广快把海豚派出来 再把潜水艇打掉 还想囤海军 然后伞兵继续投到他家啊 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我们把建筑分散开来啊 重工呢高科技都分散开来放 不要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的等下一炸就被他炸掉了 然后这个伞兵呢又投到他家对吧 这伞兵投到他家 肯定是打不死他了 就是吸引他的防空 吸引防空 我的航空母舰呢 就可以炸掉他的核电厂啊 然后你看他又招了个船长对吧 坦克打那个水面 不让我的海人过去 然后我们把高科技放远一点啊 放远一点继续造航母 因为我的船长比较多 我的航空母舰呢就出的比较快啊 然后我这个伞兵呢 吸引他的坦克到上面去对吧 吸引坦克到上面去 我们又来打你的船长 把你船长一拆 一辈子都出不了海军啊 然后呢 他看到我的航空母舰贴在岸边上 他的坦克呢就想来逮我的航母对吧 而且这个时候呢他比较卡钱啊 因为我们也玩过那个位置 他那个位置呢没什么钱 我们可以卖这个伞兵对吧 他没什么钱他想逮我的航母 我们家里又来了很多啊 然后继续造船长 船长越多呢出海军越快啊 这个时候呢他的超级武器已经好了对吧 但是他还没有炸啊 就算炸也没事啊 我们的航母有个三艘就够了 然后直接用这个伞兵呢继续投到他家 用这个航空母舰炸核电厂对吧 而且这个时候呢 他有可能想炸我的航空母舰啊 得小心一点 我的航空母舰都分散开来 然后他又炸我家对吧 炸我家该卖的卖掉无所谓 高过去也卖掉无所谓啊 因为我提前到了五个船长 我这航空母舰出的很快 只要有个三四艘就够了对吧 家里被你炸光了也没事 然后我们这个伞兵继续投过来 航空母舰一旦成型 他马上守不住了 守不住以后呢 我估计这个对手呢 有可能会冲到我家里去了 当时呢我一看他只有五六个坦克 我心里想你五六个坦克你能冲得进来 我家里有这个碉堡我 结果打到后面呢 他这个坦克呀是吃了那个火力的 而且还吃了防御的 是满buff的坦克 他打那个箱子位 捡了他家里的箱子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坦克的是装甲比较厚的 当时我不知道 你看他上面还有几个坦克啊 有十来个坦克 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办 他已经丢了自海拳 手肯定是守不住的 守不住以后呢 他就想来冲我家对吧 而且这个时候他没有电了 他超级武器也用不了 他造了很多防空没有用守不住 因为我们有散兵对吧 我投一波散兵 他那个防空啊 就打到我的散兵上面去了 打到我散兵上面去 航空母舰就可以炸他的对吧 他守不住 守不住以后你看 他所有坦克出来了 出来了估计要打到我家里去啊 我们管快出重攻 然后造一点坦克防守 当时我心里想他肯定是冲不进来的 你看我这个碉堡全部是进满了兵的 结果呢他带着牛刹直接往上面冲 给他冲进来了对吧 因为他这个坦克带着火力带着防御 当时我不知道 你看他捡了那个别人的箱子 一下子冲进来了 庄甲这么厚 给他冲进来了 冲进来了完了守不住了 只能把基地拖到后面来 他冲到里面去没打到我基地 我把基地拖到外面来 拖到外面来了 现在家里守不住了啊 守不住只能把基地往外面搬 然后呢我们把航空母舰派过来 炸他家他没钱了你看 他东西都造不出来 这里还有个基地对吧 我们管管用两个坦克走下来 然后他的坦克呢又冲出来 你看他这个坦克冲了一个来回 基本上不掉血你看 吃着防御的庄甲很厚对吧 然后他又开始打我的基地 我的基地肯定是没了对吧 但是没了没关系 你没有钱 你看他只有一个牛车 一个牛车呢 我等一下把航空母舰派过来 先炸他的矿场 而且呢我有闪兵啊 我这个闪兵比较快 基本上几十秒钟投一波 我等一下可以用兵打死他 你看一下子投了三十多个兵 对吧 他现在没有钱 没有钱的矿场出不来 而且我这里有航空母舰啊 航空母舰兵分两路 一个炸基地 他基地收起来 收起来我们就炸他的矿场 然后把这个大兵集中一下 你看这伞兵非常快对吧 再投一波 先不着急啊 等伞兵多了在一起上 反正他没有钱 然后呢把航空母舰 掉到上面来啊 这个时候呢 他有几个坦克 对吧 这几个坦克他不敢动 我们可以多囤一点啊 这个伞兵你不着急 反正他没矿场没中攻 你看 收不了了 拔线投降啊 反正他没有矿场没中攻 我不着急打他 我等个三分钟 我最起码有100个兵 我在往里面冲 他肯定守不住 对吧 而且他也不敢去抓我的航母 他用坦克去抓航母 我的伞兵就去打他 他这个坦克要保护基地对吧